在前两周洛杉矶举行的首届Canva Create活动上面 全球唯一的一体化视觉交流平台Canva 加快对企业应用的专注投入 推出了该平台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改版 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办公产品还有服务 意再重新定义数百万人的工作方式 这期影片我就整理了 在这次Canva Create活动上面 Canva 推出的六大革命性的更新 还有我是Grayson 这频道就算关于一次频道运 流量变现一种网络吹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都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如果你还不知道Canva 它是一款集合平面设计 还有影片成绩的平台 Canva 具有简单的托放界面 还有丰富的模板裤 包括演示文稿、文档、网站、摄像媒体图形 海报、装饰和影片 以及庞大的字体库、素材图片、素材影片、音乐、营销等等 能够让毫无经验的人都能够设计出非常好看的作品 Canva 他用了第一个十年去实现设计系统的民主化 现在他们期待可以在第二个十年中 去为每个组织统一包含设计、人工智慧和工作流程工具等的碎片化的生态系统 Canva 在十年以来首次推出了全新的核心的产品体验 全新的用户界面 Ei Magic Studio 这样的功能都会展示到最中心的位置 让用户更加方便的使用 Canva 也推出了全新的可定制的主页 全新的Canva 它是能够根据每个用户的要求去进行主页的定制的 用户可以收藏自己的设计、文件夹和品牌模板 而组织可以将公司或者团队的主要内容置顶在首预的上面 强大的搜索界面和高级的筛选器 能够让你更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内容 减少搜索的时间 还有就是它提供了更加简单、高效的协作能力 通过更加快捷的导航 团队成员是能够在项目之间快速移动的 能够去访问不同的项目资源 并且可以随时应用到品牌指南 用户它是能够筛选、排序、隐藏评论 去快速达到协作的要求 去更快的开展工作 这个全新的Cama界面将会在2024年8月的时候全面推出 Cama还会为每个团队去专门定制化的一些工具 包括对于营销、能力资源、销售和串印部门 专门根据他们的需求去设计出一些工具、模板和素材库 其中就包括了Cama Workits 这是全新行业精选集合 包含了数百个制作专用的精选模板 从演示文稿到文档 让团队能够使用这些工具更快的去提升效率 去产出更多性能 团队使用这些工具能够去扩大他们的产出 Cama这个Workits能够完全定制化 只需要一键点击就能够去联通你的品牌工具组去进行个性的品牌化 初始的Workits包含了各种资源 比如说能力资源部门 它就包含了录制套件、公司简报、还有招聘广告 销售部门 它就包含了演示文稿、销售报告、还有销售提案 营销部门 它就有活动内容日历、社交媒体帖子和活动报告 创意部门 它们就有创意简报、生产请求表、还有品牌战略模板 Cama还推出了增强工作场所学习的Canva Courses Courses的创建让Canva这个传统的设计平台 变成一个内容创建消费的一个平台了 Canva Courses使用户能够将演示的文稿、文档、影片等现有的设计 转变为连续的交物质课程 从员工录制到技能提升和发展 Courses都可以分配给整个组织的个人 并且可以通过中央仪表板去管理进度 Canva还更新了它的Visual Suite 其中包好了几个专门为团队和组织设计的功能 比如说建议编辑 自从2022年推出以来 Canva已经创建了超过3.75亿的Canva文档了 现在用户能够跟踪更改并且协作编辑了 还有就是来自Amazon Ads、Meta、Google的应用程式 由全球最大的广告品牌所建立的应用程式 能够给你的设计带来及时的反馈 并且现在能够直接在Canva平台里面 去访问到这些最大广告平台里面 所有批准的素材资源和模板 接下来就是数据库的自动填充 将业务数据从Salesforce 还有MLS等第三方的平台 去引入到Canva平台上面 以自动用文本和图像填充设计 从而大规模的去创建自定义的资产 还有就是批量创建 通过将CSV或者是Excel表格 去擅长到批量创建 这可以加速你整体的营销过程 从而可以去帮助你更快速的去更改 你设计里面的图像、图形还有文本 Canva通过扩展它的Magic Studio功能 继续加强它的AI战略 自从2023年10月推出这项功能以来 Magic Studio的功能它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了65一次了 升级后的Magic Studio它的功能包括了以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魔法媒体功能 它能够让你去达成文本到图形的转变 可以根据的文本提示去生成各式各样的图形、图标还有图像 下一个就是魔法设计功能 利用改进的AI技术去生成质量提高三倍的演示文稿 下一个就是调整大小还有魔术切换 你可以将你任何设计去转化成任何的形式 你可以输入提示或者是从你的影片脚本 还有拎定帖子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演示文稿 从中镜切换都是可以的 下一个就是样式和布局 只需要点击一下 就能够将你品牌的颜色和样式去应用到整体的设计里面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就是增加照片编辑 Canva的AI照片编辑功能 能够让你快速的去编辑删除 或者调整照片里面的任何图像 就像是在编辑Canva的模板一样 还有就是影片功能升级 现在Canva的AI能够从一段长影片里面 去快速的解决出几段吸引观众眼球的片段了 而增强语音的功能能够快速的对音频精处理调整 去得到更加清晰的声音 Canva和为企业推出了全新的Canva企业版计划 在信息和工作场所技术泛滥的事件里面 视觉交流已经成为增强参与度 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品牌影响的必备条件了 Canva的企业版计划通过专门为具有复杂的安全 报告管理和品牌管理要求的大型组织 设计了订阅服务来满足这一需求 就是这个Canva企业版计划 大型的组织是能够轻松更快速的创建组织内容 并且去扩展协助能力的 并且这产品它还配备了更加复杂的管理制度 以及安全性能 从而去确保资产的安全还有品牌的统一 Canva的企业版计划它具体包含了以下这些功能 首先就是可扩展增长 增加席位以及可扩展的云储存 是来满足全球性组织的需求 在每个组织内都可以创建多个团队 让每位成员都能够安全地访问组织内容 下一个就是IP成本还有应用程式的证号 可以将设计内容制作 人工智能还有各项的工具 整合到一个集中账户里面 这样既可以扩大影响力 同时降低成本还有复杂性 Canva企业版还可以有高级的品牌控制 它具有更加强大更加复杂的品牌控制能力 来保证整个品牌的一致性 它可以管理对Canva库里面的资源元素的访问权限 并且控制对分享的能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企业级的安全性 Canva会通过不同的工具 来保障企业里面内容信息的安全 比如说Canva Shield 这是一套非常先进的信任和保护安全的工具 Canva还在最近收购了Affinity这个平台 这使得Canva成为了所有设计师最终的解决方案 而且现在的Affinity它推出了2.5的版本 这让它的编辑功能能够进行的更加专业 比如说可编自己支持 这可以开展印刷设计的新世界 还有就是描编宽度工具 可以在文档里面编辑任意曲线的压力轮廓 而且现在的Affinity它是支持ARM64的芯片的 它是针对了最新的Windows PC进行优化的 使得Affinity它成为了第一款从端到端的 支持ARM的创业软体 你期待全新的Canva吗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免费的使用Canva 并且你可以点击这播放列表 去了解更多关于Canva的使用方法还有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到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Canva内容 追踪我IG能够和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